中国间谍气球嚣张飞入美国上空 4号美国国防部证实还有另一颗 另一颗气球飘在中南美洲上空 确切位置不清楚 专家预测不会飞往美国 而加拿大也现中的气球 疑似和美国同一颗从中国飞往加拿大 再飞进蒙大拿州 附近遍布核弹发射井和洲际弹道飞弹基地的美方敏感军事设施 研判中共可能透过监视气球搜集军事数据 这颗有三辆公车大小的气球随着风速和方向变化移动 气象专家认为可能将吹往北卡罗来纳州附近 最后往东海岸移动 侦察气球至今已经实用超过200年 法国大革命和二战都曾用来监视敌军动向 成本低 不耗油 飞行远又高 比起卫星更接近地表 还能停留更长时间 但比起卫星相对过时 北京当局这回的选择 专家分析可能看准容易卫装的特质 被发现时还能声称用作监测天气 而中国官方的确这么做 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 我们正在了解何时情况 北京声称是民用性质用于气象研究 偏离航道误入美国 目前加拿大外交部已经召见中国驻家大使 要求解释 而美国黄鹿风船爆炸声响起疑似掉落的画面 美国国防部澄清 军方并未出手击落 华府当局也经高民众切勿插手射击 以免碎片掉落 危及人身安全 静新闻总部导 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静好新闻